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挪威警方表示 一名男子今天在康斯贝格小镇 手持弓箭向路人射击 造成数人死亡 多人受伤 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已逮捕这名男子 当地警官雅思在记者会上指出 这一起攻击发生在康斯贝格中心多个地点 事件只有一人涉案 攻击者动机不明 不排除恐怖主义行为 该国的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部长梅兰德 也在推特上承诺 会继续关注康斯贝格的情况 防止此类的事情再次发生 南加州阿里萨山火今天继续蔓延 大火已经烧毁21平方英里的土地 目前为止仅仅控制了5% 大火烧到了曾经是雷根总统 和当时的第一夫人南西拥有的 也被称为是西部白宫的区域 消防员们正在努力抢救 圣拿巴巴拉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且要求州长纽森宣布 周一级的紧急状态 这样才能有更多州级的资源 可以拿出来帮助消防员 和那些被迫撤离的民众 由于大火加上大风 PG&E电力公司本周一实施了23个 郡24000多名住户的断电 以及减少火灾风险 昨天已经恢复 但PG&E表示明天有可能 还是会有部分住户停电 因极端的火灾风险 周四会再次出现 夏威夷的疫情出现放缓迹象 接下来的两周内 州长大卫一格预计将正式宣布 鼓励游客重返夏威夷州 据联邦疾控中心报告 截止上周夏威夷是第一个 90%符合条件的居民 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州 现在全州的新病例正在急剂下降 夏威夷在10月9日刚刚报告了 7天平均167例新发病例 而两周前为337例 世卫组织总干事 Tan de Sait在今天的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 上周全球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 接近5万人为一年以来的最低点 除了欧洲之外 各地的死亡人数都有下降的趋势 不过Tan de Sait 强调疫苗不公平的问题 依旧困扰着大部分发展中的国家 有56个国家疫苗 接种率低于10% 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非洲 在这些国家的死亡人数 也占了报告中的大多数 另外现在全世界有三个国家 还尚未开始分发疫苗 分别是普隆壁、厄利垂亚和北韩 Tan de Sait也重申了 在年底之前为全世界40%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 并且希望各国政府和社会可以进行配合和领导 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要求食品制造商和餐厅 在未来两年半内减少其产品中的严寒量 希望将美国人的总纳摄入量减少12% 今年宣布的这一项全面建议预计将涵盖 从连锁餐厅的餐食到超市货架上的加工食品 甚至婴儿食品目的是降低 美国头号杀手心脏病的发病率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 版权新闻